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终于在我住了快两个月的时候 带你们来参观我的新家了 因为其实刚住进来的时候 家里还没有什么人生活的痕迹嘛 像那种装饰化呀 或者是一些软妆上的小东西 都是要住进来之后 慢慢去完善他们 所以就是到现在 我自己也住得比较习惯 家里也比较完整一点的时候 带你们来参观一下我们的新家 那么就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家 这个的话就算是一个餐厅的零 餐桌就是一个严版的一个餐桌 这是我淘的一把中古一 因为它这个花纹很好看嘛 但是我就还没有订餐桌的时候就把它买回来了 这边这个的话是放了一块这个毛毯 现在东西的话放一个这个羊毛毯 就是也很温暖嘛 整家不是特别大 大概90瓶就做了一个小的厨房 冰箱的这个位置我们是做了嵌进去的一个冰箱 然后上面是按压式开门的一个柜子 对 然后它的冰箱是这样子的 这个灯是我特别特别喜欢一个灯 然后它是这种恐龙蛋造型的 这种玻璃垂质的 连接着上面是有两种这种类似钓鱼馅的一个馅 这样组合起来就很美很美 多事如我前面有说 就是因为第一它太好看了 第二就是早上想吃点热的东西了 有时候早上懒的话就直接烤个面包就吃 厨房的话就是小城的一个领域 因为我们俩都不会做饭 但是呢还是得要有一个人会做饭 所以他就是会看一下菜谱做一些饭 厨房里面我最喜欢就是这个直营水的机器 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冷水 然后这边是热水 热水要开的话这边是有一个锁 你按一下它就可以到热水了 对 这个锁的按键就还蛮安全的我觉得 从厨房门口看到客厅的话 这个角度我也很喜欢 这边的话就算是一个餐厅的领域 然后这边连着是客厅 这个区域就是客厅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这个厨房 先跟你们说一下这两个沙发 当时过完年我们一回到杭州就跑到鞋银空间去订了 这两个沙发也算是最早最早买的家具了 我们买这个沙发的原因 第一个确实因为它很舒服 第二个就是因为家里这两位 刚好这两个沙发的材质能耐住他们的磨爪 然后就买回来 尤其是那个Togo的鸡皮非常耐磨 把他们讲就是抓不破的这个 然后平时就开在这里看电视就很舒服 生活阳台的话就是洗衣机烘干机 然后还有他们两个吃饭 它宝宝的地方 烘干机我觉得是提升幸福感的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因为其实有点酷 洗完之后晒干它就是硬硬的 没有行 但烘干机烘出来就很像新的又软 还有就它这个拿出来有很多毛屑 它有两层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能烘出多少毛屑出来 然后这个就定期整理一下就好了 现在再转进来的话就是主播书房 但是卫生间 这边的话有一个洗液灯 的 还有 这个羊毛套我自己非常喜欢 它就是装饰型跟使用性都很强 然后不管放在卧室或者客厅 这个盖子都很舒服 它蛮厚的 感觉这次跟我分享 其实原本主卧是两个房间 但是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房间 然后中间用这个隔段把它隔开了 这间的话我们是做这种也是到顶 算顶的一个衣柜了 因为上面是空调嘛 也是这种按压的 这种规模 这双空调我们跟客厅一样 这种鸡仔的 长条的这种感觉 然后卫生间的话我们这边是做了一个 蓝色的漆 这个台盆为一个原版的这个白色台盆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你们今天来我家做客 不行楼上就是一直在装修我间 以后还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放在vlog里面跟你们分享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 常见到你眼中 有点光 要我肯往 这街上人潮 全然是你飘了万座 孤单的去 烦恼不见 愿同团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